欢迎来到手游酷玩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清清猴 今天继续汤猫的水上乐园 在这一关又出现了久违的足球关 只不过这一关的时间还是比较多的 掌握技巧之后 这一关将是最简单的足球关 足球每次进球都会重复 复位在中心 在足球周围有一个弹射的板子 它会围着我们一直在转圈 所以说只要掌握好这个位置 我们是可以无限进球的 脱轨的话也不要着急 再次修正还可以把球位摆正的 慢慢的给一点劲 不要给过头啊 如果给的过多的话 我们的人物将会踢不到球 现在还剩1分30秒 已经进了一半的球了 这一关如果增加到15个球 就会有更大的挑战了 再给一点劲 或者是等这个东西过去之后 攻击鞋的位置 如果这个球是稍微在下方 我们需要攻击球的下半部分 有点类似于打台球的这个鞋状位啊 没有进球 有的时候只剩下一两个球 很可能会让你费势打到半分钟 所以说这个球位的准确度是最好的 要掌握好位置 之前说到汤姆猫系列游戏细节做得非常到位 这款游戏仍然是细节的代表性 水上乐园有很多种关卡 像普通的消除关 然后像足球关 还有一些系列的变换关 多种多样让我们玩起来 比较不陌生 有一些新鲜感在里面 并不只是单独的 只是消除而已啊 会有一些其他的玩法 在不同关卡中不同出现 这一关是砸弹关 你并不知道这个里面的位置是谁 所以说需要进行试探性的攻击 如果能在一级必杀 打到全部的弹就好了 现在剩下最后一位 非常简单 这肯定是金节猫 漂亮 直接消除了三个 让汤姆猫左右来进行消除 一把砸碎了三个弹 现在只剩下这边的弹了 看来这个弹里肯定不是汤姆猫 因为汤姆猫直接消掉了 我猜可能是金节猫啊 应该是金节猫 我去竟然被他打飞了 看来这里只能动用最强道具了 发射火箭 哦不我们没有部署了 通过金币又购买了三部 这样的话就不用发射火箭了 这个金币的话只能是购买这个道具使用 并没有其他的可消费的地方 最早是用金币来购买道具或者是复活 现在金币只能用于复活使用 就是说可以获得更多部署 因为在游戏后期 整体的部署将变得非常少 如果错个一揽步的话 就基本上没有过关的希望了 这里被分裂出来了 这个人物被分裂出来之后 是大头冲下的 你可以仔细观察一下 他有猫刚才是脚冲上 脑袋在水里面 也是比较滑稽啊 这一关人物非常多 中间还有一个碍事的挡板 所以说需要找到准确位置瞬间突破 先把这些颜色都大致消除 场面上只留下一种 两步的话是玩不成的应该 灵火箭迅速消除 如果你喜欢这款游戏 请在下方留言 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请在下方留言